以二 正觉流通 那么流通分当中呢 总共有四颗 那么前面一颗呢是欠修流通 那么这一颗呢是正觉流通 那么这个正呢 就是佛朵以自己所清正的法要 叫做正 这个正呢是佛陀内心当中所清正的真理 那么佛陀以这个真理呢来决 决断众生的疑惑 就是这些佛陀的这些线缩的法要呢 都是佛陀已经清正的 都是可以做到的 存在以众间的真实道理 那么以这种真实道理呢 来决断众生的疑惑 叫做正觉流通 那么这当中有三段的经文 那么第一段经文呢就是佛以慈悲 那么方便真问 佛陀先提出这个真问 以慈悲心来真问 如等乐意苦等世地 有所遗者可及问之 无得怀疑不求绝业 二十四孙如是三叉 仍无问责 所以者何众无一顾 那么佛陀在讲完这个欠修以后呢 佛陀了把这个佛陀对宇宙人生的真理啊 再做一个重复 说弟子们呢 假设对于苦极灭到世地的真理啊 有所疑惑呢 应该在这个时候赶快提出来 不能有任何的怀疑 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呢 在古德的注觉上说啊 佛陀的整个教法当中呢 他的根本思想就是阴言观 认为生命的痛苦跟快乐 是有他的一定的阴言 换句话说呢 你不管修学什么宗派 你只要不承认 生命是由阴言所生 你已经不是佛陀者了 因为这是一个成为佛陀者的一个重要指标了 所谓的阴言所生法 那么阴言所生法 当然他所破除的 是包括外道的邪阴言论 跟凡夫的无阴言论 那么阴言所生法当中呢 开展出来就是世圣地的法 也就是说呢 佛法对于宇宙人生呢 他认为生命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呢 是一种杂染的引起 也就是苦极二道 就是呢 我们愿意放纵我们的欲望 去累积烦恼跟业力 所谓的极地 那么由这样的极地的阴言 我们自然招感了种种的 地义恶鬼畜生的果报 这个果报是自己招感的 不是谁来决定我们的果报 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你愿意这样做 你愿意新跟进 接触的时候 你选择一种 泛众欲望的方式 那么不断地来增长 你内心的贪嗔烦恼 去累积你杀到遗忘的罪业 那么你的生命的相貌呢 就会一次一次的召感 第一恶鬼出生的痛苦 这个就是所谓的苦疾的流种 第二个选择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所谓的道地 就是我们在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呢 我们开始修道 我们透过界定会呢 来加以克制自己 用种种的理论 来疏导我们的欲望 那么这样子的结果呢 会使命内心 生命呢 会慢慢的趋向于涅槃的安乐 所谓的缓面面 所以说呢 佛法认为说 在生命的流转当中呢 我们基本上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放纵意望 第二个是随顺真理 那么就构成了整个 所谓的四圣地的流转门跟缓面面 那么这个是整个 佛法的根本思想 佛法的种种的理论 种种的修学 都是根据四圣地开展出来的 所以呢 你如果对四圣地有所怀疑 你对一切佛法都会怀疑 那么你对于四圣地能够深信 你对一切的佛法都能够深信 所以佛陀你灭入的时候呢 以四圣地来做一个代表 就是你如果对于四圣地有所怀疑 要赶快的询问 因为这个是整个佛法的根本思想 所谓的因言所生法 那么佛陀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呢 二十四尊如始三叉 人无问诊 那么佛陀等于是问了三次了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保释了默然 为什么默然呢 因为众无疑谷 内心当中呢 对四圣地是深信不疑 也就是说啊 一切的玄圣 都是观察四地而成就的 你基本上一个人能够对于 这个修学圣道 一定要先知苦 要先明白生命是痛苦 如果你认为生命是快乐 你不可能修学佛法 因为你根本不想改造 生命是如此的快乐 那修学佛法就没有意义了 就不用改造了 当下就快乐了 就是因为生命充满了不圆满 所以我们必须要调整 所以你第一个 要相信生命是痛苦 它还有很多的进步的空间 那么这个痛苦是怎么来的呢 是心中的烦恼跟耶利索的 自作自受了 所以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思想要有所调整 因为它是遭感痛苦的根源 那怎么办呢 就是修道 就你应该要透过戒定会的法药 那么来对视心中的烦恼跟耶利 那么最后呢 它的目标是去向于涅盘 那么这样子的整个修学四地啊 大家是深信不疑了 那么当然这个是成为一个佛地址的一个最低的标准 最低的标准 你起码对于什么因言造成的流转的痛苦 什么因言造成反面的安乐 你起码这个道理要懂 那么这个就是佛陀的一个真问 第二段呢 讲到弟子的如实回答 使阿妙罗陀观察众心而白佛言 世尊夜可令日日可令人 佛说实体不可利利 这个时候呢 在所有弟子当中呢 这个窝罗利尊者 他是天眼第一了 那么他以他的天眼来观察 以会的大众的内心的相貌 那么他代表大众来回答佛陀 说世尊 在这个宇宙当间呢 即使月亮可以使得他变色 那么月亮的体性呢 是由太阴所成 他的体性是冷性的 那么即使冷性的东西可以变热 那么日可令人 日是由太阳所成啊 是热性的 即使是热性的东西 也可以使得他变能啊 那么即使是这样子的话呢 佛陀所说的 这个宇宙人生的四地的真理啊 是不能改变的 这地方我们教宾说明啊 就是说呢 在威士学的修观啊 修尾士观啊 他们 威士学他怎么引导我们去观察生命的相貌呢 那么他是说有三种的角度来观察人生 第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一他其心 那么宇宙人生呢 有些法的存在呢 是因缘所生的 比如说我们的色身 是一个男人的色身 女人的色身 比如说这朵花 这些你都不能说他没有 因为他的确是由业力所变现 那么虽然他生命无常啊 但是他有他存在的一定的时间跟空间 那么这种有叫做因缘有 或者讲一他其心的有 那么这种有是暂时的存在 我们应该要同意 我们应该要承认这个一他其心的存在 这一个部分不能消灭 这个地方的因果的法则 一消灭就断灭见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观察一切法有一他其心 我们相信人生的确是有快乐的果报 有痛苦的果报 有些人庄严 有些人丑陋 有些人高贵 有些人贫贱 这个东西的差别像 我们应该要承认他有他存在的因缘 这是一他其心 第二个 骗迹所执性 这个骗迹所执性呢 就是我们内心当中 对这些因缘法接触的时候 我们自己起的颠倒 我们捏造了很多很多的妄想出来 比如说 我们由过去的业力 创造了今生的一个身心世界 那么这个身心世界是畅如畅如生命 没有一个长衣主宰的我 但是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这个生命体啊 不管设法心法的背后 有一个自我意识 有一个我 小时候的我跟长大的我是一样 今生的我跟来生的我也是一样 那么这种我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叫做骗迹所执有 这个油呢 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 就是说 龟 龟毛兔酒 乌龟的毛是怎么油呢 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 兔子的酒是怎么油呢 也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 那么这样的油是佛法所要破斥的 比如说 你看到这个人 他对你做了一个表情 你就是这个人可能对我不怀好意了 其实他对你做一个表情 只是一个依他起信 那么你内心当中 对于这样的表情 案例这样的名言 他对你不怀好意 这个是你要消灭的 这个不怀好意 这是一个事是骗迹所持有 这是我们众生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这一年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 就禅宗说的 那样就是那样 这是一句名言 那样就是那样 但是我们看到那样的时候 案例很多错误的名言 这个名言就是骗迹所持有 这是我们修我空观法空观 所要破除的 诸位要注意 你修我空观法空观 不能破坏一他起信 你破坏一他起信 这样子就是断被剑 善业遭感安乐的果报 罪业遭感 痛苦的果报 一他起信修空观不能破坏的 空观所破坏的是骗迹所持细 事情妄想所捏造的这一部分 第三个是严真实行 就宇宙间的真理 业果的道理 空性的道理 真路道理 这些是不随毅力 不随时空改变 你照再大的善业 它的道理还是这样 你照最大的罪业 道理还是这样 你到天上 到人间 放诸四海皆准 也就是所谓的 夜可令热 日可令人 这些因人所生法都随时会变化 夜量 由于不同的夜力 会变成热 那么太阳 也可以由于不同的夜力而使得它冷 这些因人所生法 会随夜力而变化 但是佛陀所说的这个世上帝的真理 是不随正合的时空改变 过去如此 现下如此 未来如此 这个跟佛有没有注释是没有关系 那么这一点等于是 弟子们对于这个真理是如此的相信 那么回答前面佛陀的真问 那么第三段等于做一个总结了 讲到这个师之的相应 法法道统 那么这个地方呢 等于是有两段 先说明佛陀的如实宣说 佛陀所说的这个苦地啊 这三界的果报都是痛苦的 当然这个地方的苦地是偏重在无常 因为我们讲这个 地义恶鬼出生的苦啊 不能普遍三界 所以佛陀的苦地的真实意识 偏重在无常 无常顾苦 因为不安为性 那么这种无常的苦呢 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因缘 使离它改成快乐 不可能 就说呢 除非我们离开三界 除非 否则你就算积极再大的三叶 在三界里面 你都不可能得到安妩的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三界的本质是痛苦 这是不能改变的 本质 苦过的本质就是苦的 你不管怎么弄 你用煮的 用烧的 用煎的 本质就是痛苦 就是苦 那么佛陀说三界是痛苦啊 这个事情 你不可能有任何的因缘 使离它变得快乐 即以真实意 更无意义 那么痛苦的根源 来自于我们内心的烦恼跟业力 烦恼包括这个贪烦恼 还有这个我见的颠倒 那么这个业力包括善业 恶业 无极业 不过这个佛法的意思就是说 认为这个业力是轻因缘 那么心中的爱取是真上脑 就是你这个临命中啊 起来是善恶恶恋 那么对这个业力的刺激啊 会有一些差别 所以这个烦恼是一个助眼 那么业力是轻因 那么这个烦恼跟业力 都是遭感痛苦的因 苦若灭者即是因灭 因灭故果灭 那么痛苦要消灭啊 它的前提必须是要因地先消灭 就是反导业力不消灭啊 也痛苦不可能改变的 灭故之道只是真道 各无一道 那么消灭痛苦的道啊 这种戒定会啊 那么没有其他的戒定会了 没有其他的道路了 就是戒定会而已 那么这个佛陀是如实的宣说 这以下地址呢 如实的理解 世尊 世诸比丘 一世地中决定无疑 那么这个地址们 对于佛陀所宣说 这个宇宙人生的这些 流转环灭的真理啊 大家深信不疑了 这个地方的四圣地啊 就讲到这些因言法 所谓的此生故彼生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物 此灭故彼灭 就是生命是遵循一定的 诡则在运转 没有人能够去控制这个生命 我们从一言守舍法来看 说是这个加持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总是希望啊 有佛陀在啊 佛陀可以加持我们 试给我们一些神通三昧 其实这个都是 是错误的思想 你的痛苦是你内心的颠倒 那么你应该要透过戒径徽的修学 能消灭你的颠倒 那么来把这个痛苦的因地消灭 那么这个痛苦如果我就消灭 既从兴起反从熄灭 当然不过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有禅定的人啊 他可以以禅定力啊 把你的罪业啊 的力量啊 暂时压下来 把你的善业升起线形 所以有时候加强会有点效果 是这样的 他把你这个 善业恶业 请线形这个时间表 调整了一下 但是还是你自己的意愿 所以这个加持 基本上是增上了 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 佛陀以这个四圣地的真理啊 来决断众生的疑惑 那么大家对四圣地是 深信不疑 再看第三段 断疑流通 那么这段等于是在 佛陀断足信中的疑惑 那么这个疑惑是怎么产生的呢 就是说啊 在理论上说啊 大家对于宇宙人生的 流转环灭啊 的真理啊 是深信不疑 在理论上是深信不疑 但是在实际上的修正上呢 大家会有疑惑 在实际的操作上呢 产生的疑惑 那么这个疑惑呢 主要有两个疑惑 第一个是个人的修正 我自己在修正四圣地的时候 会有疑惑 第二个是在 所谓的红传 对人对他的红传上的疑惑 在利他上的疑惑 那么佛陀在灵密度的时候呢 必须要有所交代 在不管在自利 在利他方面的疑惑呢 这种在实际的 世修上的疑惑呢 佛陀必须要断除 弟子们的疑惑 那么断疑流通分分三 禀一 显示疑疑 禀二 未断比比一 禀三 重说有为无常向欠修 先看第一段 显示疑疑 那么前面的正节流通呢 大家对于真理 是深信不疑 那么大家都知道 痛苦跟快乐是有一定的因缘 那么理论是这样 但是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呢 大家还是会有一些障碍 不管是在自利利他方面 那么在自利方面有两个障碍 先看第一段 就是对于这个所作未犯 以此众中所作未犯者 见何灭祝当有悲感 那么这个疑惑呢 第一个疑惑呢 就是这些所作未犯 所谓的有学位的 这些出国恶国三国的这些圣人 那么这些圣人 对于这个所作 所应该做的这些 所谓的对治烦恼罪悦的这些事啊 已经做了一部分 但是没有完全成半 那么这个时候看到佛陀灭度啊 内心当中有很深重的悲伤的感觉 那么你会感到悲伤 表示还有疑惑 这个疑惑是怎么回事呢 就说啊 这个出国恶国三国的圣人 遇到佛陀灭度的时候 他心中想 我的修学是赤圣地啊 是佛陀的引导 佛陀一路走来啊 陪着我啊 那么从凡夫到出国 从出国到恶国 从恶国到三国 我现在还没有所做接班的 一路都是佛陀陪伴着我 我有什么问题 我请教佛陀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 也是佛陀开导我 那么现在糟糕了 佛陀离我而去 那么我要进步就没有阴言 就是说 我刚开始前进的时候 是佛陀引导我的 那么我的路还没走完 佛陀灭度了 那我要成就阿罗汉国 变成阴言消失了 那这个时候感到悲伤啊 感到失望 这个是所谓的 所作为伴者的疑惑 就是我走到一半 但是引导我的导师消失了 这个怎么办呢 这是第一个疑惑 再看第二段疑惑 若以出入法则 闻佛所说 集结得度 譬如夜见灯光 集得见到 这个是内外凡的疑惑 这叫凡夫呢 或者是外凡 或者是内凡的修学者呢 这叫凡夫的疑惑呢 是说啊 若有出入法者 这个凡夫在 佛陀要灭度的时候 他心中啊 生起这样的想法 他说啊 如果一个初学者 有善根的深厚 那么如果 这个善根深厚的初学者呢 能够亲自听到佛陀 显出四身地 以佛陀 这样的一种威德力 三十二项八十种法的威德力 来亲自听佛说四身地 那很多人都能够得到见到尾 我们看经典 的确有这种情况 很多人见到佛陀 佛陀讲四身地 来自于当下 或者一天 来自于七天 成就见到尾 这种情况呢 就好像说是 一个在黑暗中走路的众生呢 那么见到的电光 这个电光就是佛陀所说的法 那么有这个光明的引导呢 大家都能够见到 我空的真人 入了见到尾 那么这个凡夫的疑惑 就是说呢 我看到我的学长啊 都是佛陀讲四身地 而自助阵的出国的 不见到位 那么现在佛陀灭渡了 那么我的得渡的因缘 就丧失掉了 入道无有 糟糕了 佛陀入灭以后 我不可能成就出国了 那么这个地方是 一个内外凡的疑惑 那么当然这两个都是 属于个人修正上的疑惑了 那么再看第三段 第三段是指一种 对利他的疑惑 若所作以伴 一度苦海者 但作思念 四尊灭渡 一何其在 这个所作结伴 这些阿罗汉 三明六通 霸泄脱 内心当中的光明的智慧 现前观察四身地 寥寥分明 那么他对于四身地的理解呢 已经不再 这个堕落到 这个身手苦海了 那么他这种阿罗汉的圣者 看到佛陀的灭渡啊 他心中是什么想法呢 四尊灭渡一何其在 就说啊 哎呀众生啊实在是福报不够 那么佛陀灭渡以后呢 这个以后四身地的佛法呢 就没有人来红传 佛陀的灭渡怎么这么快呢 佛陀你要多活几天啊 这个四身地就有人开眼 那么佛陀灭渡以后 四身地的法 从此就没有人再红传下去了 这个是一种 对于法的一种相续的疑惑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显示疑疑 显示了三种人的疑惑 包括凡夫的疑惑 所作未伴者的疑惑 跟所作已伴的疑惑 那么这段是提出疑惑的笑貌 我们看秉恶 未断比比一顾 那么佛陀呢 知道众生在实际修正上的疑惑呢 那么一一的加以破除主 欧妙罗陀虽说此语 众中皆惜了达四身地 世尊义立以识诸大众 皆得坚固以大悲心腹为众所 那乌罗利君者虽然说啊 夜可令热日可令人 佛说世尽不可理你 大家在理论上对四身地呢 是同意 那么理论上的同意 但是事情上的修正方面呢 大家会有障碍 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呢 就必须有所交代的 在自立地他的一言当中呢 那么把它做出一个说明 使定大家能够破除疑惑 那么这一下有三段 刚好是对峙前面三种众生的疑惑 那么第一段呢 是先对峙这个有邪位 所作未伴者的疑惑 如等比丘我怀悲恼 若我注释一节会以当夜 会而不理中不可得 自立立他法界弃足 若我久住更无所义 佛陀呢就糟告这些 所谓的已入圣道而所作未伴的这些弟子们 说你们对我的即将的离开啊 不要怀有悲恼 因为即使我有实力能够注释一节 但是不管注释一节也好 注释一百岁也好 其实总有一天也是会消灭 所谓的只有相会而不交易分离啊 这个是不合乎生命的规则的 那么要紧的就是说呢 我今天所开眼给你的四圣地的法门呢 事实上你们依此而修行啊 就是自立立他法界记住 那么你如果不依此而修行呢 就算我一天到晚陪伴你的旁边啊 九处一节啊 你们也得不到利益 这意思就是说啊 今天佛陀引导弟子们 成就出口二国三国 即使佛陀离开了 你们照这个法门修学 你们也可以依此法门而增上 不必等待佛陀在旁边 如果你不修学 佛陀在旁边也没有用 你们看在阿含经啊 有人问摄理佛尊者 说摄理佛尊者啊 你以前凡夫的时候 是怎么修学佛法 摄理佛说 我是观察四圣地法 那么那你正在出国以后怎么修呢 我也观察四圣地 那么俄国怎么修呢 也是观察四圣地 三国四国都是观察四圣地 这个意思就是说啊 佛法就像是一个电传 电传要钻墙壁啊 当然钻墙壁有钱有身啊 但是能够钻的还是电传 就是说你不管从凡夫到圣人 那个法要都是一样 你修这个法门 因言所生法 我说既是空 你成就出国 还是修这个法门 只是说呢 你越观君去法义的了解更深入 所证的真理更深入 所断的烦恼更多 如此而已 也就是说 断货战争是你个人的事情 跟佛陀也会在旁边没有关系 这样子讲呢 对于这些有邪位的菩萨呢 这些修学者呢 就很大的鼓励了 就是说啊 我一度把你带到这个地方 后面你继续走下去就对了 不要疑惑 所谓的自利利他法界基础 你继续地把我以前所教的法门 继续走下去 你就能够成就阿罗汉 那么这个地方是对治所作为伴者的疑惑 第二段呢 对治这些凡夫的疑惑 因可渡者若天上人间皆悉已渡 其未渡者皆亦亦作得度银眼 那么 就是说呢 佛陀的一生当中啊 善根成熟的 佛陀该度的都已经度化了 那么即使没有度化的呢 佛陀也做得度的阴影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这医生啊 虽然离开了病人 但是医生把这个药都留下来 就是说你这个 有这个病你就吃这个药 你有这个病你就吃这个药 你只要医治这个药来吃啊 你吃一次药就有一次的效果 吃两次的药有两次的效果 也就是说呢 佛陀虽然灭度 但是佛陀所宣说的真理 这假借语言文字 透过历代祖师呢 以可以流传或使 那么或使的弟子们 医治到这个法义的修学呢 也都能够离苦得乐 这个跟佛陀是不是再世 完全没有关系 其位度者皆以一座得度业 所以我们弟子的得度 不一定要遇到佛陀 就是依止法就可以得度了 那这一段是破除凡夫的疑惑 那么看第三段 第三段这是阿罗汉的疑惑 至今以后我诸弟子 辗转席子 则是如来法身 常在而不灭 当然阿罗汉所作一半啊 他对自己完全没有疑惑 但是有些阿罗汉有悲心啊 就是说佛陀灭度 那么这个宇宙人生 这个四圣地的造理 谁来洪传呢 佛陀说啊 我诸弟子辗转行之 则是如来法身 常在而不灭 也就是说啊 洪传四圣地的真理 不一定要靠佛陀 那么靠这些 所谓的身保的弟子 辗转行之 那么扣得一代一代的口耳相传 把以言文字的佛法 传到后世啊 这个就是佛陀的法身啊 常在而不灭 这个地方是说啊 真理 有两种的情况 一种叫做离言真理 这个真理是离开以言文字的 这是所有圣人内心当中 所觉悟的真理啊 是不能跟别人分享 出国有出国所证的真理 二国有二国的真理 三国有三国的真理 四国有四国的真理 那么这种真理的光明啊 那么不太一样 有的比较清楚 有的比较模糊 那么总之这个离言真如是为正方知的 那么第二种真理呢 是依言真如 假借以言文字来表显真如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入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那么佛陀要全是生命的无常和我的真理啊 他把这个真理啊 他把这个真理啊 化成这个四季劲 人人呢就像做梦 做梦啊你当然会醒过来 醒过来的时候啊 你回顾你过去的生命啊 那些成败得失啊 以前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啊 现在回想起来 密之了不可得的 那么这种真理是假借文字来浅显 就是说呢 这种文字的真理 即使它是一个凡夫 它能够如实地先说 别人如实地能够听闻思维 那么它就能够成就圣动 这样的法呢 不必等待佛陀的注视 只要弟子们能够转转行之 就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 这个地方是赞叹 这些依言真如的书生 佛陀的法身的注视 是靠这个弟子们的大悲心的红传 那么这样子讲呢 等于是破除了 我们在修学佛法 这个自立地它的一个疑惑 那么来看比如三 从说有为无常向 加以欠修 就说明有为诸法 都是无常败坏的 欠免我们应该要精进的修学 这当中有三段 先看第一段 事故当之 事皆无常会必有离 我怀忧恼四相如是 常当情静静 找求卸脱 那么佛陀欠免我们 事故当之 事皆无常会必有离 这个无常当然 主要的就是一种死亡 死亡到来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会有起很大的变化 我们读这个流通风 佛陀好像一再的强调无常的重要 这个是说 偶尼大师他在离封众论上说 说佛弟子们都知道 生命是痛苦的 也知道修学佛法能够离骨得乐 这个道理都懂 但是呢 大家都是 虽然道理懂啊 大家还是不肯把宝贵的精神体力 用在修学佛法 这个矛盾是怎么产生的 明明知道修学佛法是离骨得乐 但是又不想修学啊 主要的原因就是眼前活气放不下 就是说 这个蚂蚁他明明知道 暴风也要来 但是他对眼前的弹火 他就是放不下 那么他怎么办呢 思维无常 思维啊 你眼前的快乐啊 饶如千般快乐 无常总是到了 是快乐啊 不能久处的 不能当皈依处的 你不能当真的 你当真以敌的命中的时候会后悔的 所以说观察这个死亡无常啊 有助于我们对眼前安乐的词曲的对视 那么这样子呢 你这个把对外境的词曲的 这个力量对峙啊 你就能够老老实实的安住在心中的法药上 所以 世皆无常 未必有力 误怀忧恼 那么世间的像本来如此 当情静静 找求卸徒 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无常的官文啊 把它开想出来 这一下说明 修学无常官所成就的利益 以示惠民灭除次案 事实围缺无尖导者 那么透过无常的观察呢 要破除我们心中的颠倒 众生最严重的颠倒就是常见 就是把这个眼前的利益得失 看得太重要 这个就是次案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观察世间是生命变化的 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阴影 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无常观的利益 这以下呢 引证欠修 佛夺自己自证的功德 来欠修 那么佛陀说呢 我现在如实的修学四圣地啊 已经成就极灭之法 已经泄脱生死的苦海 这种情况呢 就好像一个健康的人啊 已经弃除了这个邪恶的病痛 那么一切的病痛的根源呢 就是我们的色身 那么这个色身呢 佛陀要我们观察色身啊 有两个方法来观察 第一个呢 罪恶之物假名为色身 就是我们在眼前佛际当中呢 所有的贪爱啊 虽然我们也贪爱名文利养 但是一个人最贪爱的 还是自己的果报色身 那么这个色身呢 基本上是罪恶所遭感的 他不是一种无肉的善业所遭感 他是有肉的业力所遭感的 第二个呢 他是苦恼之物 莫在老病与生死大汗 就是生是苦本 所有的老病死都要一直有色身 才会出现 所以呢 他是罪恶之物 苦恼之物 一个有智慧的人 能够灭除这个有肉的色身啊 那么这关键点就是你要对这个眼前的色身要放得下 也就是说呢 生命是不断的变化流转 就是你这个灵命中的时候 你这个衣服破旧要把它脱掉 换一个新的衣服 但是有些人啊 这个破旧的衣服 他就是不想放下 不想脱掉 但不想脱掉 你还是要脱掉 结果在这个地方产生障碍 所以佛陀欠免我们啊 我们应该平常观察这个色身啊 是阴舍之身 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 要把这个色身啊 当作是一个暂时的 而且他是罪恶之物 他是苦恼之物 那么这个地方是 当然这个道理都是佛陀自己亲证的 佛陀自己已经做到这个道理 那么佛陀感到自己的气性跟欢喜 看已逝的祖父流通 如等比丘常当一心 请求出道 一切事件动不动华 皆是败坏不安之下 那么 这段呢是佛陀要劝勉我们断除苦及恶地的流转 那么佛陀糟糕弟子们呢 应该要常当一心 安住在真如一心当中呢 来修学种种的方便 界定会的方便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世间的果报 包括动 动就是异界的果报 这个不动呢 就是色界无色界的果报 不管是异界乃至于色界无色界 三界的果报 都是败坏 败坏不安之下 都是苦恼的 都是不安稳的 都不是我们真正的长久的归族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如等且止物得富裕 实迹是将异过我异灭度 是我最后之所教的 佛陀 千万我们应该要物得富裕 这个物得富裕呢 偶主解释啊 是一个道地 就消灭牲口异三叶的扰动 那么这个就是道 消灭牲口异三叶的扰动 那么怎么办呢 实迹过我异灭度 那么由这个消灭扰动啊 而进入到极尽安安的涅槃 这个是我对弟子们最重要 最殊胜的教会 那么这个地方的流通分呢 当然我们从经文上的学习啊 佛陀一方面对法义的赞叹 就是对四圣地的一个赞叹 所谓的赐利利他法界记住 那么一方面也说明 多有关医人跟医法之间的关系 来做一个交代 这个医人跟医法的差别 我们要读六祖谈经也可以看出消息 这个六祖大师啊 他以前是个财富 砍财了以后呢 那么送到客人的地方啊 客人送金刚经啊 讲到一无所作而升其心啊 他就列有礼物 那么列有礼物呢 客人就鼓励他去亲近五祖红冷大师 那么在红冷大师的座下呢 那么透过红冷大师的开导啊 那么果然是明心见性了 明心见性以后呢 这五祖认为他这个六祖的福德因言不记住 那么不管是赐利利他 还要有一段时间的沉浅来修炼 就叫这个六祖大师赶快离开僧团啊 去掺血好好地用功 那么六祖大师 当然五祖等于是把他 在深夜的地方把他送到山门外 那么09的时候六祖大师还有点依依不省 因为刚开始是善政寺引导 现在离开善政寺啊 这个时候不知道何去何从 有点失落感 那么五祖大师讲出一句话说 迷者失度 悟者自度 就说你过去啊 你的这一念心啊是迷惑颠倒 你不知道生命的真相啊 不知道何去何从啊 完全跟着感觉走啊 你必须依人又依法 因为这个法在善政寺的心中 你刚开始要清静你善政寺听闻这法 这个时候人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因为法在人当中 所以你迷惑颠倒的时候要依人又依法 迷者自度 但是呢 悟者自度 当你明白道理以后呢 后面就要靠你自己走了 善政寺只是做一些鼓励 那么做一些对峙 扮演的是一个次要的角色 悟者自度 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佛陀在流通风呢 也有明显这个意思 就是说 即使佛陀灭渡了 但是我们能够依止佛陀的教法 如此的修学 我们也可以得到佛在世的时候 那种相应的功德 因为因言所生法 并不是佛陀创造的 是佛陀发现的 是宇宙间本来就存在的道理 此生故彼生 此有故彼有 你遵循这个鬼则 自然就出现这种功德 这个跟佛陀是不是在世 完全没有关系 那么这个地方是等于是佛陀 你灭渡的时候 对我们的教会 要我们依教奉行 好 那么我们依教间就跟大家 学习到这个地方 回下 讲 讲 讲 心 共 等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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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悟悟悲 散佛悟 愛悟悟悟 愛悟悟悟 愛悟悟悟悟悟悟 愛悟悟悟悟悟悟悟 愛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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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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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